觀眾朋友 上禮拜十八月二十三的水災 今天又再度的更加嚴重 在高坪地區 很多原本水已經退的地區 今天又發生大淹水的情形 從昨天深夜一直到現在 很多地方下了非常非常大的雨 高雄 屏東很多地方 現在的淹水情形是很嚴重的情況 今天再來談一下 為什麼暴雨的情形 這麼嚴重 極端氣候的威脅挑戰下 臺灣該怎麼辦 先來介紹三位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是文化大學大氣科學系的主任 曾鴻陽 曾老師你好 信聰好 大家好 再來歡迎是台北大學都市計畫研究所的副教授 廖貴賢 廖老師 主持人大家好 明川大學建築系的教授王介聚 王老師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首先看看今天最嚴重的災情 是在高雄市 包括說高雄原本的市區 鳳山人武跟大寮呢 現在淹水問題呢 還是非常的嚴重 以及特別是在古山區萬壽山橋旁邊 出現了二十公尺長 升高達一層樓的一個超大裂峰 我們來看看昨天到今天的豪雨 對高雄造成什麼樣的災情 緊急以帆布覆蓋防止後市雨勢 讓崩塌面積繼續擴大 高雄壽山萬壽山橋旁的山路上午發生崩塌 波幽路面向下陷落一層樓高 長度超過二十公尺 擋土牆嚴重傾斜 由於山上水勢依舊驚人 生怕危急山下十多戶住家 高雄市代理市長許利明 親子出馬 勸離住戶 不過有人不領情 最後許利明承諾 讓撤離民眾贊助飯店 確保安全 安全重要啦 每個人都要去扶公所一旁 可能市區什麼比較不方便 我們現在就來檢查飯店 鳳山一處鑽造平房 疑似抵擋不住連日好大雨 外牆倒塌 鑽瓦散落一地 索性獨居八十四歲老翁 仍安然無恙 這次就讓人更久 更嚴重 他的鑰子就釣魚 就釣魚 釣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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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釣魚豌 Jerage Well 釣魚不斷運作 Aren 清淳持續強降雨 高雄陵園 重傘里多出道路 冥斦淹水 即使水抽了一個上午 積水最深人到膝蓋 家裡泡水十五公分高 清禮只能等水退 民眾說 上週熱帶地壓 微釀成災情 擔心積水不退 雨勢越晚越大 28號清晨 西南氣流發威 高雄遭受兩波暴雨襲擊 鳳山 仁武和鳥松林園 上百處淹積水 最深八十公分高 隨著雨勢減弱 大部分積水已經退去 但氣象局針對高雄屏東地區發佈超大豪雨特報 民眾就怕豪雨成災 再度上演 記者高雄綜合報導 我們來看看這是氣象局大概在二十分鐘前 也是七點四十分所公佈的最新的雷達回波圖 在七點四十分的時候 看來 現在在屏東 以及部分台東的山區 以及屏東南部 現在雨勢還是很大 那今天一整天 從今天凌晨一直到現在呢 整個雨勢絕大部分是集中在高屏地區 剛剛我們看到高雄的災情非常嚴重 屏東特別是在屏東北部的災情呢 依然也是非常的慘重 洪水四溢 道路氾濫成河 豪雨灌注屏東 大人磕大旁的大人東街五巷 水淹到大腿 由於當地只有一個出入口 車輛無法通行 約有六戶人家受困其中 住戶涉險 出門清淤 遇到清潔隊請求支援 但連清潔隊也都沒轍 西瓜掉落在水面載浮載塵 豪雨持續發威 屏東從凌晨開始下起超大豪雨 清晨一覺醒來 不少居民都發現水已經淹進室內 沿途街道 店面無一倖免 根據氣象局統計的日累及雨量 新緣至少375毫米 萬丹350毫米 屏東四處淹水 有村長控訴就是排水設施 做得不好 金面佛像氣勢宏偉 但低頭望向廣場 柏油路竟出現大面積均裂 大雨狂冠 高屏地區 離龍山人文紀念館前已出現土石流失 下陷災情 佛座也無法安穩 而台鐵方寮到家路路段則發生土石流 南輝鐵路雙向不通 方寮到大午間只能啟動公路接駁 雨究竟會下到什麼時候 氣象局說受低壓帶和西南氣流持續影響 週三二十九號中南部依然會持續下雨 沒有太大改變 天氣形態在明天還是沒有太大改變 今晚到明天 我們仍然受到低壓帶和西南氣流的影響 像中南部 東南部這些地方下雨的時間仍然長 同樣的明天 除了中南部和東南部 還是可能會有像這樣子 豪雨或更大的降雨以外 其他各地中午以後的午後對流發展 也可能會有瞬間強降雨 氣象局預估 週三 中南部還是會有豪雨 甚至超過豪雨等級的雨勢轟炸 南臺灣 民眾必須持續提高警戒 記者綜合報導 不過鄭老師說實在 這種事說得準實在是沒什麼好光榮的啦 昨天我們在節目上就講說 看起來這一波西南氣流在昨天的情形好像可怕的嚴重還沒來 果不其然呢 是在今天凌晨一直到傍晚呢 特別在高雄屏東下了非常可怕的雨 因此接下來再請教鄭老師 明天雨勢還會這麼大嗎 特別在高屏地區 現在看起來以現在的資料裡面來看 我想跟降局的這個想法不會差太多 就在明天早上之前 我想他還是在一個比較嚴重的時間 到了下午我想就慢慢的會稍微的減退 那原因是在什麼地方 他跟這個西南氣流呢 他有很大的關係 我們如果回過頭去看 就是說這一次的這個淹水的這個事件呢 從23號開始到現在 是 是從嘉義 台南 然後這個淹完了以後呢 再回到了高屏 那這個主要 如果你去看這一些的圖的時候 你會好像說 這個降雨袋好像在倒退路 實際上不是 是因為在這個 嘉義跟台南這一段的時間 實際上是我們當時的那個熱低壓的影響 那個狀態之下 實際上來講 台灣雖然吹的也是西南風 可是他比較偏西風 比較偏西風的時候呢 台灣的降水主要要 你的風向跟你的地形的交角要剛剛好 他才會下很多的雨水 那現在的這個地方呢 低壓軸了 現在進來的實際上都是西南氣流 是 那這個西南氣流呢 他對於這一種南部 也就是說對於高雄 尤其是屏東 他的影響相對來講 他的條件會比較好 所以就變成他的降雨的中心呢 會集中在高屏地區 是 那只要說這個西南氣流的 這個最大的風速的一個中心 如果還一直存留在那裡 那麼高屏地區就有機會去持續降水 那等到這個呢 大的這個西南風的這個風速的大的中心開始移動了 他的威力就開始要往北推了以後呢 那他就會逐漸地解除這樣的一個威脅 那這個實際上來講 在整個的一個氣候條件上面 他是屬於季風 他在隨著時間 在推移的一個過程 這個算是一個很正常的一個過程 你這樣聽 我大概聽懂一半 另外一半不太懂 所以我就直接請教你 昨天晚上高雄屏東很多民眾不敢睡 對 山車的山車的啦 洞水的洞水的啦 洞水啦 要注意啦 今天晚上高雄屏東的人要不要睡 你能夠不睡嗎 熱好 你還是要睡 熱好 熱好 你還是要睡 熱好 一樣會照熱 你一定要照熱好啊 那熱到冬場 熱到冬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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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難免的事情 那冬場 冬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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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場應該是漸漸的體氣 我來看 這個其實是每一次颱風 我們都很喜歡用這個 用Windy Windy 這個其實國際都很有名的啦 我們來看看 這個其實大家也許那個WINDY就可以找到這個網站 那你只要選這邊有一個叫降雨雷暴的這個選項呢 我們來跑看看就可以知道說 為什麼今天凌晨到今天傍晚 雨會下得這麼可怕 全部集中在高雄市屏東這一塊地區 然後一直下一直下 看起來如果照這個圖啦 我們來看看現在我們的倍點嘛 看起來臺灣現在的雨是幾乎都稍微歇下來的 看起來如果說我再讓它繼續跑 繼續跑到九點 然後到凌晨一點 看起來雨都會稍微小一點 可是 這一陣子大家要煩惱了 如果是到明天 大概是在 欸 抱歉 他照料太快了 十點過後 恐怕特別這個在台南市這邊 又得小心一點 這樣解讀沒錯啦 這樣沒錯 不會被氣象法去罰錢 你沒有注意報 那是別人沒的 OK 換句話說 我們恐怕要到明天傍晚之後 如果雨停了的話 這一波的西南氣流的威脅 某種程度 減輕很多很多 會減輕很多 大概到了三十一號 大概就幾乎是它整個 那個西南的這個整個的中心 大概就是 會比較偏到福建那裡去 因為我剛才說呢 它那個季風 它是會擺動的 它就現在擺到福建一邊 看福建一邊 安裝去應對它 季風擺動的是什麼概念 反正你的 你就把它想像成為 我們地面上有河流 我們地面上河流嘛 我們河流當時要改道嘛 隨著季節它會改道對不對 補圍的河流嘛 是 空中的這些水器就空中的這種河流 空中的河流 它也會擺動 這個擺動呢 只要不在我們這裡 雨就少了 擺動到別人 別人那裡就供水 就換一個地方供水 所以明天過後也那個跟中國那個警告一下 福建的雨可能也會很大 我在想 他們應該有所反備啦 因為這個擺盪過去 的確 對他們的影響 是會有相當的程度的一個影響 好 那一個重大的關係呢 就是說 到今天晚上為止 雨還是會下 還是會下 那從這圖看起來 雨呢 會比昨天晚上到今天下午呢 小 小一些 應該小蠻多的啦 然後呢 到明天呢 臺南要稍微小心一點 對 但到明天下午之後呢 中部 南部地區呢 就開始要清理家園了 那這時候呢 真的要感謝所有的國軍弟兄 警消人員等等的 因此我們接下來就得面對一個 又不是颱風 然後呢 低壓也過去了 這個就只是一個叫做西南氣流 可是我們昨天一直講說 不要小看西南氣流 不要小看低壓 不要看到強臺 你很害怕 看到低壓 你就掉以輕心 這個呢 就會造成很大很大的災情 我再請教一下廖老師 也許我們現在就面對到一個情形 颱風大家很注意 但是呢 之前幾個颱風 看起來對臺灣的傷害沒有那麼大 大家不注意的西南氣流 不注意的低壓 反而對我們造成很大很大 特別那個雨下的 看起來比颱風還多 這時候我們在治水上 觀念要再怎麼調整 我覺得 雖然我不是氣象學家 可是在這幾十年來的趨勢 看起來這種不可預期的這種超強的教育 是越來越多 所以我覺得 從水患治理這件事情 我們應該要開始準備的是 我們住的地方 如果是低洼的地區 是靠近水的地區 甚至城市裡面 不透水撲面 非常多的地區 我們大家都要有心理準備 會有超過排水系統可以承擔的水 會有超過我們的河川治理工程 可以承擔的水 所以我們實施要有心理準備 就是未來淹水這件事情 會越來越頻繁 所以我們有這樣的準備 就要開始去思考 那假如我們的排水系統 沒有辦法負擔的話 假如我們的河川治理工程 我們的防洪工事 沒有辦法去處理這些過量的水的話 一定會造成淹水 這樣的狀況 那我們要怎麼樣想辦法 讓這樣的淹水 不會造成災害 昨天某種程度 我們在有一點點肯定 但不是那麼肯定 制洪池的功效 昨天我們也談到高雄 蓋了十五座 其中兩座 今年底要完工 十三座的制洪池 看來在八二三 有發揮一定的效果 可是今天高雄的制洪池都滿了 不但滿了 他還外溢滿出來了 導致很多地方都淹得很慘 制洪池在今天的災情 該是有功呢還是有過呢 我覺得我們不能怪任何一個 一個這個所謂的水患治理的策略 是有過的 只能說 因為我們畢竟不同的降雨 面對不同的降雨 面對不同規模的淹水 我們可能有不同的策略 我們現在所謂用的所有的 所謂的這個防洪的工程 可能包括堤防防洪牆 甚至上游的水庫 甚至我們大家非常不喜歡的 河川的三面光 這些都是為了 讓河川的這個排洪的效果 比較好一點 那還有包括城市裡面的排水工程 這些東西都是有他一定的極限 那他有一定的極限 就代表他相對可以應付的淹水的這個事件 是比較小的 相對比較小的 那在相對比較小的 都可以用這些工程上面的方式去處理 那現在我們在談所謂海綿城市 這件事情是意思就是說 在工程可以處理的範圍之內之上 我們在想辦法加一些其他的方法 包括剛剛說的制洪池 或是我們其他的海綿城市 其他的策略 這個是第二層的 更增加我們城市裡面 就是更想辦法讓我們城市的淹水 再稍微減少一點 可是我們一定會碰到又更大規模的淹水 當我們碰到這種整個城市都被淹起來 那個海綿城市的這個種種的這個設施 制洪池都滿了 可以這個製水可以吸水的地方 都已經吸飽了淹滿了 那怎麼辦 都淹飽淹滿了那怎麼辦 那我們就要開始思考 是不是我們的建築物 我們我們平常的這個建築物 我們的道路 我們的交通系統 這些一淹水就會癱瘓 就會癱瘓的系統 我們要怎麼樣去思考 讓這些系統可以在淹水的情況之下 是還是可以能夠正常運作的 按照這個邏輯 我們不應該因為今天高雄大淹水 而去否定掉這十三座制洪池的功效 也不應該去否定掉歷年來 我們制水工程的成果 我必須說 我我個人當然是 某種程度是反對完全是工程制水的 因為這裡面有一些生態考量 工程制水它畢竟不能夠百分之百的防洪 所以我個人從環境的角度之下面 我是認為不應該全然地工程制水 但是我這樣講 並不是否定工程制水的效果 工程制水的效果在於 減低淹水的頻率 它不是永久解決水患危機 它不是永久解除水患夢 也這個政治人物隨便亂開支票 這個我覺得非常不好 但是它是某種程度可以減低這個淹水的頻率 是 那但是有更大的水來 就是說它不是一定會有更大的水來 更大的水來這件事 本來就不是這些工程可以處理的 每一個工程它都有它的極限 所以即便我不完全地贊同 我們完全用工程的方法去解決 我也不能說這些防洪工事 這些設施是沒有用的 瞭解 那我再換個角度請教廖老師 就是說 我們之前八年八百億 其實八年是一千多億啦 那個錢也花下去了 然後呢這一次之前林全院長所推的前瞻建設 在水資源篇也花了很多很多錢 那在今天高雄大淹水的結果下 有沒有什麼樣的做法 什麼樣的觀念做了 然後呢遇到今天的雨量 下次高雄可以不淹水 有這麼簡化的提問跟做法嗎 沒有 我想要講的是說 也許我們應該要開始去思考 打破不淹水這個神話 我說這個神話 是因為任何地方 只要有下雨 不淹水都是不可能的 因為永遠永遠都有比 我們的這個工程的設計標準 或任何東西的設計標準 來得高的水量 所以我必須要講說 大家不要再去思考 洪水一定要防下來 或是一定要做到不淹水 因為這件事情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所以當我們把這個神話打破之後 絕對不可能不淹水 那我們就要去準備 在一定會淹水的狀況之下 那我們要怎麼樣去防災 我要很強調的是 我在世界各國看到的很多案例 特別是東南亞 還有包括以前我們過去 祖先的生活方式 有淹水的狀況之下 不代表一定會發生災害 所以淹水我們不必然 要讓他成為災害 所以假如淹水 在未來極端氣候的狀況之下 他是一定不能避免的 那我們就要思考 怎麼樣讓他不會發生災害 王老師你同意廖老師 這樣的說法嗎 我這樣可能有一點簡化廖老師的說法 但等一下要請廖老師補充 就是說 以前我們一直要想說 如何絕對不淹水 所以堤防越蓋越高 防洪頻率呢 越弄越長 然後呢 我們的所謂的規格 越來越大 或者是抽水機 越設越多等等的 我們要做的是 絕對不讓這個地方淹水 但現在我們要改的是說 我們要想像這個地方一定會淹水 那淹了之後怎麼辦 觀念要做這個調整嗎 我比較傾向從兩個不同的系統 系統性的層次來看這個事情 一個我們要從空間的層次來看 從國土規劃到區域到都市到建築 他每一個層次有他可以做的事情 好 這些東西我們都做了 可是我們現在面對的這些狀況 他可能叫做氣候變異 氣候變異的這個狀況之下 我們開始要去調整的是 第一個 我們前端該做的事情 有沒有很完整的做完 我舉個例子來講 大家都不喜歡淹水 可是我們現在從國土規劃來看 我到處都在設工業區 工業區的廠房怕他淹水 他就把工業區墊高 那墊高了以後水就是總量跟路徑 那他不淹工業區 他就一定往民宅淹 所以也就是說 他把他這個基地裡面 該擔負的責任 全部往外排 那也就是說他在可行性評估 他在做開發計畫的時候 他其實並沒有完整去想到 後端的後果 所以我其實不反對 廖老師講的那個觀念 也就是說 在氣候變異這個狀況之下 我們為了開發 淹水是我們必須承擔的後果 但是我們必須反過來 我們前面該做這個事情 有沒有很完整的去做 比如說我再舉個制洪池的例子 我們在觀察很多的制洪池 其實我們常常在做一個 很不明智的動作 我們把很多原來就很低挖的地方 開發做建地 可是我們在其他地方 反而去挖制洪池 那制洪池他相對的 不是在那個地方的低點 那像這種看起來制洪池 好像有發揮功能 可是他其實功能可以發揮得更好 像這些都是我們必須要重新去做檢討 所以在這一次的這個水患的觀念上 的確我們開始要去重新去思考 我們必須要去承受被水淹 這樣的可能性 但是我還是比較從規劃的觀點來看 是我們還要好好的去保護 我們不同層次的空間體系 從國土規劃區域到都市到建築 可以做的事情 我們是不是每一個環節 都已經擔負起該擔負的責任了 這整個這個台灣的這樣的一塊國土 我們還是不是用這樣的一個開發方式 所以相對的水進來 他一定有他必須要放的空間 是 那我們都沒有給他空間 他一定開始找空間去串 所以他就會造成我們現在必然被淹的結果 是 所以空間的層次 跟我們從全生命週期來觀察 我們現在所有設施在思考 他應不應該這樣設置或是設計的方法 這個都是要重新去檢討的 那如果我們把這些責任全部壓在後端的水利工程 我覺得那個對水利工程來講太沉重了 工程沒有辦法解決所有這些問題 是 那如果我們連規劃這一段都沒有去思考 就純粹要再思考八年八百億 六年六百六十億 然後再加個幾年幾百億 那個永遠解決不了問題 陳宇有一句叫做以林為禍 就剛好在講這樣子事情 大家為了不讓自己淹水 要嘛呢就是你把自己的房子蓋得更高 那一樓盡量不要住 要嘛你把自己的土再墊高 要嘛你把自己旁邊那個河流的堤防加到很高 要嘛你把抽水機抽水站設的更多 大家都把自己可能淹的水呢 排到河川排到大排 結果呢 沿海地區就會大淹水 你不淹別人就會淹 所以恐怕我們再做重新一些思考 我們再來看看 光是八月二十六號到八月二十八號 不到三天的時間呢 在屏東春日香呢 就已經下了六百六十六毫米 六十六公分喔 你如果是低下地區 水整個都擠起來看你的擠得多高 獅子鄉六百零九 新元五百九十三等等的 高雄市呢 在小港下了五百三十三毫米 大概是兩天多的時間 下了將近六百毫米 鳳山也下了五百多毫米 因此我們來看看這些災情到底有哪些 我們很快來整理一下 這一次這次是不包括八二三 八二三有另外的災情 就是這兩天的災情是四個人死亡 一百四十四個人受傷 撤離了七千多個人 開設了七十四處收容所 土石流警戒呢 紅色一百零三條 黃色一百四十二條 停電了將近七萬戶 再來看看其他相關的災情的一些情形 嘉義最慘啦 說實在啦 你如果喝水一天 大家就倒不掉 他這喝幾天呢 二三二四 二五 二六 二七 怕你二八 六天 水還沒拿 嘉義縣呢 本來有一百一十三處的淹水地方呢 現在退了三一百一十處 那我們今天呢 一個縣一個縣打電話去問 到底哪裡還在淹 嘉義縣說呢 嘉義掌潭西羅布袋的貴舍裡呢 還沒退水還在淹 特別是那個掌潭村呢 嘉義縣長呢 他講說我保證你三天裡面水要拿 不然你給我淹幾天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看 那高雄市呢 現在包括鳥松 嬌青 大寮 湊牙 公山呢 這個水也都還沒退 台南呢 北門的玉湖國小呢 現在呢 本來水退了 可是今天又再度淹起來 我們再來看看 大家一定會很質疑說 花很多錢 到底是有貨還是沒貨 如果縮貨有貨 為什麼漏一次這麼大的貨 大家就在淹大水 造大水 我們來看看 南部淹水還沒全退 新一波西南氣流 又造成高頻地區淹水 其中高雄市近年新建不少制洪池 仍無法因應暴雨 專家指出 縣市合併之後有更多開發 卻未重新檢討區域排水與河川和融能力 之前高雄市任務時代是有做 但是它是就高雄市的部分 沒有考慮到高雄縣都市計畫 也有開發的部分的量 這個是最大的一個盲點 專家指出防洪看重排水 大水從邊溝引流至區域排水 再導入河川 當排水能力不足 就需要制洪池跟抽水站補強 顯示防洪工程式系統工程 雖然政府已經投入龐大製水經費 但有如貼高要缺乏整體考量 根據統計 從扁政府的八年八百億而後追加 到馬政府的六年六百六十億 再到蔡政府的前瞻基礎建設 政府已編列超過四千三百億元的預算製水 學者認為不能說工程無用 但必須坦承有極限 若淹水無可避免 就應該提高城洪韌性 第一個可以做的就是海綿城市這件事情 特別是公園綠地 或者是一些比較不是那麼重要的道路 這些地方就要讓它設計成 可以去不但吸水而且還能夠製洪 學者指出政府宣稱淹水問題可以永遠解決 是不切實際的承諾 因努力打造不怕水淹的城市 而專家認為製水需要長期規劃 錢應該花在刀口上 而拿錢執行的地方政府 應受到監督並好好評估績效 記者臺北報導 不過廖老師我們昨天在談 相關的製水的概念 是不是要改變的時候 其實我們有某種程度也談到說 不要去想像台灣以後 絕對絕對不會淹水 因為這是不可能的 某些地方恐怕呢 你也沒有辦法比照台北 提高到什麼兩百年的洪水頻率 然後提防要加得很高很高 要挹注多少多少錢 那某些地方呢 恐怕它是要有制洪的功能 那昨天我們節目播出之後呢 高雄科技大學有一位教授 那他寫了一些文 那個一些文章 然後一些意見 我覺得他講的也很有道理 他主要的概念說 那難道是因為我們不重要 台北人比較重要 所以台北不能淹 那高雄、屏東、嘉義、掌壇 這些人就可以淹 憑什麼台北或者是都會區 他的排洪的頻率設施標準 就要遠遠超過其他的縣市 憑什麼一些地區 就要去做所謂的制洪的功能 我就是那個在所謂的那個所謂的居住權上 恐怕那是一個很大很大的質疑 你怎麼思考這些事情 如果是海綿城市 憑什麼我要做海綿 你就不做海綿 其實這件事情 我自己也思考了很久 因為我自己做水患治理這個議題 也超過十年了 我自己對於整個防洪 所謂防洪工程的理解 是包括堤防 或者說河川水泥化 讓他排水的速率速度很高 所謂排水 其實就是把本來一個地方 會淹的水排到另外一個地方 本來一個地方自然會淹的水排到另外一個地方 所以換句話說 那其實就是把自己的水 推到別人那個地方去 那但是我們在這個工程 他是非常昂貴的 所以工程師在做這個工程的時候 任何的工程一定會計算他的經濟效益 所以臺北市 他是我們最重要的 大臺北地區政治經濟文化中心 所以在計算的時候 當然是覺得他最需要保護的 比如說像社子島 在當初臺北地區 對防空計畫的時候 就擺明了要讓他淹 對 因為他是農業區 那這個計畫裡面就寫說 他的經濟價值不高 但是我的確也認為 這個東西是值得思考的 因為我們很多時候直覺 就認為你比較重要的 經濟價值比較高的 你就去保護 但是這其實以臺北市跟大 以社子島跟臺北 大臺北地區 這整個的關係來看 的確是大臺北地區 把他本來應該要自然要承受的水 但因為他整個都是淡水河流域的洪水平原 他本來把他應該要承受的水 的確是部分推到社子島去 所以這某種程度 的確有他的不公平存在 但是這個其實是一個哲學上面 大家要去辯論的課題 但是我覺得這個東西 其實是可以設法去解決的 就是說我們在現在不要大家在開始 在繼續把水的進一步 推來推去的狀況之下 是不是開始自己思考 我們怎麼樣去承擔自己的水 也就是說在有淹水的時候 我們就提升自己的 或是地方的這個社區的 或是整個城市的沉洪韌性 水來的時候 我們承納下來 容壽下來 不要把這個水再去推到其他地方去 換句話說 我們如果只是說把城市 或者是比較重要地區 加高他的堤防 加多他的抽水戰 那是更加讓城鄉發展不公平 更加傷害所謂的居住正義 這件事情 對我覺得在環境正義上面 這個是不正義 現在要做的是 臺北市 不管你是天母 大安區 新義區 松山區 你自己的水 就留在自己家裡面 至少在內水 你要自己想辦法處理 這就是為什麼現在水利署 他們開始修了水利法 有一個淨流分擔出流管制 這件事情 其實就在講這件事情 我們不能無止盡地把水排到 我們的大牌 我們的河川裡面 自己的開發自己產生的這個雨水淨流 你要自己想辦法在基地裡面吸收下來 在這樣概念下 什麼叫做海綿城市 又或者什麼是您一直在倡議的韌性城市 我們昨天也談到這個了 其實我們做的念了一些文字 我們來看看 每一個最好每一個建築 不管是所謂的那個集合住宅 公共建築 學校醫院 水至少自己可以留一點下來 不可能全留了 留一點下來 路呢 不要馬上就排出去 路呢 可以滲水 可以蓄水 然後呢 最好可能有一個地下水庫 然後呢 在城市裡面最好 要有雨水鋪滿 制洪池等等的 這講的都很容易 說實在 你要在高雄挖那十五座制洪池 就已經很難 更別想說在台北市挖制洪池 你要所謂的綠屋頂 或者是滲水的這些路面 都不是那麼容易 但就算做到了 這就叫海綿城市 就叫韌性城市嗎 我們在談海綿城市 我覺得在台灣 太過於注重這些比較硬體的設施 包括地下的 剛剛你這邊寫的地下的水庫 甚至比較硬的這種制洪池 雨水鋪滿 甚至包括透水鋪面 這個都是在我看來 他都是非常硬的 但是國外在談所謂低沖級開發 或是像澳洲在談水泥城市 Water sensitive urban design 這件事情 談的其實比較多是在講 所謂綠色基盤 這個部分 什麼叫綠色基盤 他談的是綠的部分 公園綠地 就是說我們能不能讓 能不能讓城市裡面的公園綠地 也發揮一些海綿的作用 這個海綿 不是只是吸水而已 很多人會覺得 台灣這麼極端的降雨 很快就吸飽了 那一點作用都沒有 沒有錯 我們不能讓他只是吸水 他還要能夠儲水 他能夠有制洪的功能 這個需要綠地公園 那當然我們新的這個 新的這個都市開發區域 我們可以去做比較好的規劃 但是我們回過頭來看 已經有人住的這個 現有的這個城區 的確很難找到一塊地去 直接挖一個 就當志宏池來用 這個時候我們要做的是 一個改造的工作 城市裡面其實不乏很多 現有的公園綠地 這些現有的公園綠地 我們可以試著去做改造 這個可能比建築物 建築物下面 把他改成高角屋 或是把他把他下面 要做這個髮機 來得容易多了 公園綠地相對 本來在下雨的時候 我們就不太可能 去公園綠地 所以為什麼不讓公園綠地 做多功能的使用 讓公園綠地 能夠在下雨的時候 他能夠當作志宏池 這個志宏池 就跟我們一般說 還要經過土地徵收 這個只能單一功能使用的志宏池 是不一樣的 他是多功能的 他是公園兼具志宏池的功能 我覺得反而是要做到 在整個城市裡面 所有的綠帶 甚至包括很小面積的 包括道路旁邊的這個綠帶 都要去把他想辦法 讓他具備水患治理的 一些功能 這個我覺得 才真正做到海綿城市 也就是說大道 像是臺北市的大安森林公園 我們就把他窩很輕 窩很大窩 但是大安森林公園 下面是停車場 所以已經可以說 沒有辦法再做這件事情了 但是說其他的公園 我們可以做一些調查 有沒有還是適合去 稍微下凹一點 讓他可以至少做一些 這個志宏的效果 如果每個小公園都可以 流個一噸兩噸的水 那激起來就很多很多水 但我再請教一下 梁老師 譬如說這是一塊海綿 我如果只有這些水 我是可以吸這邊的水 我這個電腦就不會壞掉 但如果是我們這整個攝影棚 都淹了 我這一塊海綿有任何的意義 對 某種程度就是今天高雄的情形 十三座志宏池呢 在八二三的時候就已經滿了 是 然後在今天八二八 再下這麼大的雨 志宏池的意義是什麼 如果那個是叫杯水車心的話 真的我們去弄所謂的海綿城市 任性城市有意義嗎 所以我要非常強調的就是 做海綿城市是不足夠達到任性城市 我要很強調海綿城市不等於任性城市 什麼叫做任性城市 任性城市 任性城市就我自己研究上面的定義 就是說你淹了水 你這個城市泡在水裡淹了水 還能夠正常運作 不會產生災害的能力 能夠容受洪水的能力 這個叫任性城市 所以換句話說 你海綿都吸飽了 但是你還是有非常大規模的洪水 怎麼辦 這個時候你需要所有的建築物 是都可以這個大家這個建築物 就算被淹了 他也不會有財務的損失 然後我們的道路 就算整個被淹了 積水五六天 我們還是可以有這個兩棲的交通 我們可能可以划船 或是用其他的交通方式 能夠讓城市 能夠讓城市或鄉鎮的運作的功能 不受到這個干擾 這個才對我來說才叫任性城市 所以海綿城市 它不是任性城市的全部 海綿城市是達到任性城市的一個 其中一個環節 但是要做到真正的任性城市 我們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包括建築物的這個改造 而這個建築物的改造 它並不是 在我的觀念裡面 它並不是海綿城市的一環 用很白話的講說 以前我們在追求的是 不可能的不淹水 那現在某種 我們要改變觀念 叫做我們不怕淹水 不怕水淹 對 不怕淹水淹 但我想請教 具體的做法是什麼 就是 可是我們不可能去改造民房 你說現在的公共建築物 醫院 學校 你要去改造 也說實在遙不可及 是 具體各縣市 能做到您所謂的 任性城市的做法是什麼 好 我覺得這問題的確很重要 就是說 當然新的建築物 我們未來可以修改法規 修改這個建築相關的法規 讓未來新的建築物 在比較低洼地區 一定會淹水 我們期待未來會淹水的地區 那想辦法讓一樓 盡量不要住人 這個是未來新建築物 但是舊的建築物 您說的沒有錯 現在要做這樣的改造 非常困難 那一個我覺得政府 可以這個經費 與其在花在更加去 對河川做整治 更去加強這個防洪公式 我們不如把這個經費轉到 去改造我們的建層環境 這些民宅 這些人 某一些經濟 經濟狀況沒有那麼好 可以改造他自己房子的 那我們補助他去改造 假如說真的沒有辦法改造房子 那是不是有辦法 在這個使用的行為上面 做一些改變 比如說一樓假如你是住宅的話 那一樓可能 你不要把這個不耐煙的家具 或是貴重的東西 放在一樓 假如你是商家的話 當然不是說 你就不能夠這個 這個在那邊經營 但是是不是我們可以 有這個室內設計師 做一些這個相關的這個升降設備 讓你的這個比較貴重的這個商品 你的商品在知道你淹水要來的時候 可以趕快的升降 或者說我覺得這 這都是一些使用的行為 對建築物的使用行為 可以試著去改變 那當然很多人可能沒有那樣的經濟能力 或資本去做那樣的改造 我覺得這個時候就是政府 需要進來去輔助這樣的改造 OK 那我再請教一下王老師 就是說在這幾天的大鹽水 大家在思考一個情形 是不是第一個 錢有沒有白花 第二個錢是不是花的不夠 我們是要再花更多的錢 把堤防蓋得更高 或者是抽水戰設的更多 或者是排紅設施要設的更強 我們來看看現在很多人在討論說 要不要再提高都市的排水標準 所謂的一百年的洪水頻率 兩百年的洪水頻率 昨天我們也談過 那是在中華民國氣象史上 其實是很短的 所以我們可能在一年兩年 就遇到一個一百年兩百年的頻率 台北市長柯文則說呢 台北市已經達到每小時 下七十八點八毫米 不淹除了社子島跟周美之外 因此也考慮說防洪標準壓拉高到每小時八十八點八毫米 交大的善信瑜善老師呢 他談到說南部防洪標準只有五十年 縣市的區排更短 莫拉克一次破表之後呢 十年又來一次所謂的百年洪水頻率 因此洪水頻率增加標準 要不要再調整 大家來思考 新北市土木祭司公會理事長余烈 他說呢要建立一個地下水庫啦 水都可以排到那邊 可是治洪池就已經很困難了 更何況是地下水庫 水利署的講法呢其實我們來思考一下 所以這次煙最嚴重的高雄台南嘉義呢 雨量超過百年的重現期 遠超過十年保護標準的區域排水 各縣市呢區排呢一千六百七十三條 陸續做十二年才把標準提高到十年 如果我們要把各縣市的區排標準提高到一百年 這錢無法想像 這天文數字要做多久也不可想像 提高標準是在八二三八二八大淹水之後 我們該思考的方向嗎 其實對我們來講喔 所以這件水災這件事情它是一個風險的概念 也就是我們現在在做的 它後面有一個成本效益 我做我花了這麼多錢 到底提升了多少 我在面對多久來一次的這個災害 所以這個風險的概念它就變得很重要 我們現在到底在處理的這個問題的 問題的癥結點到底有沒有找到 剛剛廖老師提到的一個觀念喔 其實我覺得很重要 之前我們在做規劃的時候 我們常常在談 我們在煙的部分有分等級 但是那個等級是空間的等級 比如說我可以接受公園煙 開放空間煙 甚至學校操場可以煙 它不要煙到馬路 萬一它煙到馬路 不要煙到住家 這是一個空間層級 可是我們現在在規劃上 我們連公園都比路面高 所以很多這個 我們在處理問題的癥結點找錯了 我今天把航空標準提高 以後下的雨 它還是可能更多啊 所以問題不在這個標準 而在我們在思考事情的 那個整個關鍵的那個議題有沒有抓到 所以我一直強調是說 其實當我們在思考第一個 現在氣候變異的狀況 是不是持續在存在 那這個持續在存在的這個氣候變異的狀況 它就是會帶來這麼多的雨量 我們從空間上的規劃設計 有沒有辦法去處理 好 所以 學校 開放空間 公園 如果都可以 它開始變成一個系統 所以這幾年災害管理領域 它提出了一個 可以說是很前瞻 但是又很復古的概念 就是傳統智慧 其實在台灣 很多的前人的開發 其實都反映了這樣的一個事情 我們在看桃園的皮塘 桃園的皮塘 其實就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 它其實就富含了我們在談的 這個傳統智慧的精神 皮塘本身它不是一個水池而已 它透過水塵的連接 那萬一真的有比較大的預報 可能會有颱風要來 或是有水患會清洗 它會把水先放掉一些 然後藉由這些水塵來連結串連 然後水可以在這邊去停留 所以像這個傳統智慧的這個概念 它就開始必須要重新回到 我們現在的整體的規劃裡面 來思考 好 那這些東西我們都做了 工程也做了 從災害風險的概念 我們所謂的風險本質 我們認識清楚了 風險對策我們也嚴你了 但是我還是沒有辦法 就是沒有辦法說一定不嚴水 這叫殘餘風險 政府必須要透過很完整的資訊 讓民眾知道 哪些地方還是有可能會淹水 所以我們再下一步 那怎麼樣讓這些地方的民眾 可以意識到這些地方 其實做了這麼多的努力之後 它還是有淹水的可能 所以從風險本質 風險對策 到參與風險 這中間有一個很重要 叫風險溝通 風險溝通政府要說實話 要把所有的資訊很清楚的 讓民眾知道 我們現在其實很大的癥結點 也在這裡 我們不敢把我們所有哪些地方會淹水 是 你做了再多設施 它都會淹 我們不敢告訴民眾 當你不敢告訴民眾的時候 民眾一定期待 那你政府你就是要保護我 可是我們慢慢有一個觀念要改變 就是政府只能協助你 民眾必須保護你自己 好 那協助跟保護之間的這個角色的 的一個轉換 它才開始回到民眾 開始會有自身的災害風險的概念 所以我們必須要這樣一層一層的 所以當防空標準 我們提高 我們再把堤防再拉高 其實堤防越拉高的時候 它潰堤的機率可能也在增加 問題就更嚴重 問題就更大 那台灣又很不喜歡疏散撤離 是 所以之前有一張照片 那個蘇迪勒颱風 那個水已經快要淹到堤防頂了 差了大概20公分 是 我們還是沒有疏散撤離 因為民眾相信 那個堤防可以保護我的安全 這個都是錯誤的災害風險的概念 所以我們必須從很多的前端 從規劃設計著手 從好的風險溝通著手 工程 它是來補助這一端的 是 那另外一個 台灣一直都沒有做得很好 叫維護管理 台灣一直很不忠視維護管理 包括建築物的維護管理 包括我們的 所有的這些設施的維護管理 所以這次的淹水 說不定也有很多狀況 是它的地下 地下的水溝 區域排水系統 它根本沒有辦法完整地發揮 它被預期的這個功能 剛好你講到維護管理 昨天我們節目結束之後 十點就是我們的島 昨天播那一集 我看得嚇一跳 我說 淹水就是雨下太大 沒有耶 不純粹只是雨下很大 有些地方呢 是已經淹起來了之後呢 才發現說 抽水站怎麼沒再運作 趕快去把抽水站 抽水機打開的時候呢 門打不開 你怎麼動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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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越來越高 如果說 連原有的抽水設施 都沒啟動的話 你別談說 什麼治水預算 有沒有成效啦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還有像是 是不是因為開發不當的問題 本來這邊不會淹的 因為別的地方開發的 導致於你這邊會淹 我們來看看 有很多的做法 可以讓本來不淹的 淹得很嚴重 也很可能 讓本來淹得很嚴重的 也許 某一些改變 就不淹 我們來看看 八月二十三日 熱帶低壓在南部 造成嚴重災情 在短短二十四小時內 台南市嘉義縣等地 降下超過六百毫米的雨量 仁德是台南市最容易淹水的區域之一 近年來市政府為了整治仁德 歸仁地區的水患 在二仁溪流域的三爺公溪 與港偉溝溪 設置了兩座制洪池 以及書洪道 仁德制洪池制洪量 有六十三萬噸 港偉溝溪 書洪道 書洪量也有四十三萬噸 但這次雨量 已經超過工程所能承受的極限 工程也不少 那這些硬鋪面一直在增加 一直在擴張 所以都是還是我們把天然的 制洪池給削減 現在又要用水利工程去造 去人為開畫一個新的制洪池來取代 嘉義布袋高跟邪教堂所在地 層海裡 這裡原本是海埔新生地 長久以來都有下陷問題 居民發現雨水夾帶著泥土淹進家中 他們認為這些泥水是來自正在進行中的 布袋綜合商港開發工程 極端降雨是造成淹水的主因 但是當我們進一步去探究水患背後 錯綜複雜的問題 會發現水患不只是天災 還有各種人為的因素 包括制洪區過度開發 河川被限縮占用 水患的治理必須更深入了解土地的文理 檢討錯誤的開發政策 把水該有的空間還給水 不過鄭老師某種程度 治水最最重要的是資訊 你如果知道說明天雨會下多大 你今天就可以做好比較好的準備 你就可以試著去開開門 運轉一下抽水機 不會說真的淹了之後 才沒辦法去實施 可是我想請教 氣象局的預報上 是不是有一些可以再做一些調整修正的 這是我們今天看到氣象局 在針對高坪地區發布了超大豪雨 其實要發布這個機率也不高 發布了超大豪雨 指涉的這個警告 另外我們也會看到像是明天 他也跟大家講說那個明天 從那個八月二十八應該是今天八點 到明天早上八點 臺灣可能降雨的情形分布 某種程度民眾接收不到這個數據背後的意義 怎麼辦 足夠的預警機制該怎麼建立 其實這個是一直持續的問題 其實剛才談到那個水患的治理 其實那氣象的一個預報 好 他在先天上面跟這個治水 他有一個異曲同工之妙 就是不管你花多少錢 他都不會准 他也不可能不淹水 這點是確定的 好 不管你扎多少錢 他一定是這樣子 那剩下就是實際上來講 信聰說得非常好 在這裡面你如何去溝通 溝通是什麼 實際上來講 就是你要給他的訊息 不是我給你 而是他要懂 是 好 那問題就來了 如果給了這張圖 那我們就要去問一件事情 這張圖要給誰用的 是給民眾用的 還是給防災單位的 還是給 給這些其他政府單位要使用的 現在確定這件事情 因為這張圖出來以後呢 如果 在這個地方裡面 民眾看到這張圖 只能得到一個印象 我這邊水很大 我下雨下很多 那請問一下我該怎麼辦 沒有下一步 我看這張圖 我台東的我不敢睡 你 可是看起來又好像不是 這麼嚴重 但你不可能不睡啊 紅的都不睡的話 更何況值得 那你大概一年 從夏季開始 你大概下季都不要睡覺了 因為機率很高啊 午後雷震雨也會紅啊 煤雨也會紅啊 颱風也會紅 其實算準啊 我覺得跡象局報的都準 只是他的數據資訊 到民眾這邊呢 會不知道怎麼解讀 甚至是無感 是所以這個也就是為什麼 其實氣象局一直也在這一方面做努力 也就是他的一個服務的部門 他一直希望能夠把這個東西 再做一個比較好的處理 讓民眾能夠理解 那這個地方裡面呢 實際上來講就是說 你要讓民眾能夠接受到正確的信息 實際上來講 要跟其他部會也要一起溝通 因為氣象局目前的植物 他只能報這個雨量 是他不能夠提這個完了以後 接下來會不會淹水 這是另外一個單位的 啊 啊 啊 對 是水利數的 那農田呢 會不會淹 農委會的 有沒有土石流 又是另外一個單位 那 民眾 該如何去解釋 解讀這張圖 土石流是水保級的嘛 對 所以 這張圖實際上來講 是需要 應該把這些的單位 一起把它整合 那 整合完了以後 你在 因應著不同的需求發給他們 或者 他們真的不知道怎麼準備 對 了解 好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這個給的是 一個 日語量 那我們知道 如果我們現在假設 今天我給房災單位 我就要問一件事情 房災單位 如果 這個有很高的機率 會造成災害 嗯哼 我需要多少時間準備 是 那 你應該在至少在我的 準備時間 最 短的這個時間裡面 你一定要給我出這一張圖了 了解 即使他有一些不確定性 但是 有資訊 總比沒資訊好 其實上科學 一直在解決的問題 實際上就這個問題 過去我不知道 我就在正負無限大之間 我根本不知道怎麼猜 但我現在隨著時間 我的進步 我讓這個 不確定性 逐漸的縮小 逐漸的縮小 但逐漸的縮小 實際上來講 在某一些程度上面 他就減省了我在整個裡面的一個 經濟的一個成本 是 那我也可以達到 我最大的一個目的 所以 這個東西 實際上來講 我們必須承認 他的確有溝通 需要再強化的 是 這個機制在裡頭 但是這個機制 說實在的 他必須靠著 政府 或者甚至有些民間的單位 能夠一起共同來努力 也就是說 你願意把這個資訊 開放出來 剛才兩位老師也提到 資訊 你要去公開 公開完了 你不要去害怕 當你公開這些資訊以後 實際上民間 會有更多的人 會更有創意 他能夠更貼切於 民眾的需求 他會製造出來 這一些 能夠民眾 知道如何去面對 這個災害的一個途徑 了解 那我除了這個氣象之外 我再請教一下 劉老師 接下來 當這個西南氣流威脅 稍微減輕之後 大家就會開始檢討預算 或者是經費等等 直接請教劉老師 那接下來 我們的製水預算 該怎麼編 該編到哪裡去 才可以落實 您剛剛說的 任性程式 我想我們可能要先 從製水 這個直接這個 這個名詞來檢討起 我一直覺得我們對水 已經製的差不多了 我想王老師應該很同意 他研究防災的 災這件事情會發生 不是只有水 水災 不是只有水 你要人在裡面 你在一個非常自然的環境裡面 一條河氾濫 是沒有災害存在的 那個是非常美好的 自然界很美好的一件事情 你一旦人進入這個水裡面 你跟這個河川爭地之後 你要有發生災害 一定是有人在這裡面 但是我們在講製水 永遠都是拿河川來開刀 拿水來開刀 所以我們今天已經投入非常非常多的經費 在拿河川來開刀 可是問題是 我們人完全沒有去思考 我們人怎麼樣去應變 所以我覺得現在已經是時候 特別是在極端氣候這樣的狀況之下 不可能去拒絕 就不可能去完全把洪水抵抗 或是完全防掉這個洪水 一定會淹水的狀況之下 我們真的還要再製水嗎 我們可能要製的是我們的漸層環境 我剛剛講的 包括海綿城市裡面處理的道路 開放空間 公園綠地 還有我剛剛講的建築物 這些是所謂的我們的漸層環境 我們的環境 環境設計的這一環 規劃設計的這一環 現在我覺得應該要把焦點從製水移到 製我們的漸層環境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接下來 假如這個政府真的 我並不是說政府不應該要花錢 政府真的要花錢的話 我們把這錢花在對的地方 就是我們把錢花在去思考 怎麼樣調整我們的城鄉環境 讓淹水不會沈災 黃老師你的建議 我其實覺得 不要把製山跟製水 變成我們現在的主軸 因為山跟水不是我們能製的 那這裡面不要把軸的重量壓到水利署 他的前端應該是國發會跟引建署 他必須好好的把整個國土規劃 都市規劃 找到建築的標準 到底該怎麼做 把它整個變成一個系統化的思考 這件事情才有解 謝謝你 他在這製成績一開始就講的 他說這是一個最美好的時代 也是一個最黑暗的時代 台北跟舊金山也是兩個很特別的城市 隔著太平洋兩個都在海岸邊 那也都是殖民城市 導致了這兩個城市有很多多元的文化 這讓我想要知道說 如果有這兩個城市各有一個人 他們當他們交換了地方的時候 那會是什麼樣子 台灣請後送你去看 請去看 誰 我在舊金山 舊金山的部分 其實我們抓了一個東西叫做 旅居美國的台灣人 那裡的台橋的一些 對於台灣的那種 既想念又陌生的感覺 他們跟一個自分的國家 每件事都要上頭開始 台灣東洋會 比大家最嚴重的就是四方八 其實當大城有挖不完的東西 跟劇情結合在一起 我覺得我們想講的這些文化 種醫藥的文化 我們想講的這些 旅居美國的台灣人的這些文化 通通都包在裡面 我覺得這是一個機會 會讓全世界看到台灣 有這麼棒的故事 看著奧會期緩緩升起 聽著國旗歌響徹雲霄 選手們的努力和淚水 終將在場上開花結果 我們和您一起分享 中華隊的榮耀時刻 一同為台灣英雄加油 您一起分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